回來第五節 升旗易得道 我們一定要請大家 Like我們的節目 其實自從我們一直提醒大家之後 我們基本上每一節 那個Like都過千 其實在YouTube來說 其實也挺難的 這個一定是很忠實的聽眾 才會這樣做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YouTube節目 即使有三四十萬View 他們都是幾百Like的 我們說真的 有超過一千Like 真的非常之好 真的要感謝各位聽眾的幫忙 嚴格來說 這個Like是不能賣的 YouTube贊助還是YouTube贊助 如果你真的按一下YouTube 你就知道了 因為有些影片有時候YouTube推介給你 是收錢的 那裏是寫到明的 那裏是另計的 這一節我們要講一下股市 因為 自從上個星期一開始升 直到今個星期一 連升了六天 低位29800反彈了差不多1800點 但是 今天的股市跌回了 接近400點 上個星期一 剛剛預測三個人尋求突破 突破了 突破了 因為其實312是一個 幾大的位置來的 第二個就是318 312呢 昨天星期一 一夜就穿了上去 由311幾就穿上去315 3116 突破了 今天就跌回了 回到尷尬的位置 網友問我今天跌什麼 今天跌什麼 有得解的 今天 純粹跌沈大師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 升了六天 沈大師堅持體淡 但是從來都 沒有 指示大家怎麼做 昨天終於給了指示大家 就是叫大家 幫 淡倉做對沖 很多網友都會有些疑問 淡倉怎麼對沖呢 你做淡倉通常不外乎 做了那些叫做 要是做期權 要是呢 買了一些紅症 或者買了一些潑倫 那你對沖 你是指示的 要是 沒有理由去買相關的牛症 或是買一個認購期權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會屈價的 未必升得足 跌一定跌跌的 如果你 又先去做淡倉 被人劫了千幾點 已經輸了賬面輸了很多錢 你再去做對沖 其實你會輸了兩和 因為那裡未必補得回來的 對沖 因為對沖 衍生工具是對沖 對沖不是現在 升完才買的嘛 對沖是早就買的 如果你要做對沖 做hatch 人家對沖呢 人家是買了現貨 就沽期子才有得對沖的 或者你沽空了現貨買回期子 理論上都對沖不快 因為有時候 你的火 你的火繼續升 其子不升 但是 衍生工具照的 就很難對沖的 因為牽涉到這個淵傷 或者 發牛紅症 這些叫做無糧的淵傷 就屈你價的 一定開價的 不過 它的日價 抹得很大 或者屈你價 譬如說 最近市場上升了那麼多 大部分的牛精都是有一個負日價 都是要屈你的 去到2點幾個percent 最離譜的有一隻 因為太遠了 去到7個percent 即是 屈你的那個賺幅 你升呢 升少很多 其實1個percent很重要 等於你少200點 即是說你那個牛仔 其實應該值豪四指 他只是給豪二指 你說大不大鑊 很大鑊 當然沒有了很多錢 所以呢 所以 神人來的大師 我之前說 他是一個散戶的代表 絕對是一個散戶代表 因為 正常來說 如果你是看淡的 他回覆你說他不是的 他怎麼能夠認說不是呢 因為他不能否認的 一個人如果你是看淡的市 在29,800點看淡的市 現在31,600 是不是更加信心大 因為你買便宜了18,800點 你如果做沽倉 你本來看的那隻 熊 本來看的熊證 由兩毫子跌到現在兩個先 便宜了九成 因為升了18,800點上來 升了上來 熊證是自然跌的 牛證升 但牛證升不了那麼多 反而熊證一定跌到足 那你是不是買便宜了 你是不是應該入貨才對 你29,800的時候 買100萬下去 你現在應該加住 200萬下去嘛 因為貨品便宜了很多 即是那些行證 便宜了很多 便宜了九成 一折而已 你都不睡嗎 沒理由還要對沖 對沖就是怎樣 輸了18,800點現在才來對沖 對沖就是cut loss 即是18,800點封頂 剛剛跌了幾百點 昨天對沖的就沒有了 本來可以收復失地 一對沖就沒有收復 因為cut loss 他是要坐一巴ill 他是專門做這樣的 不是現在 一月底的市場 到三萬三千五百點 期止最高點 他也跟人說 標準的招牌 會嘴多口 大家小心一點 屁縫都扔 都要說嘴多口 嘴多口是甚麼意思 就是不敢噏 嘴多口意思 還不會再上啊 我不敢批 大家都不想 因為有機會 再嘴多口 因為你們是散戶 因為你的心態就是百分之百代表散戶的心態 升了幾千點上來 到最頂那一刻不敢沽了 已經是怯了 等於那些人去澳門買百家樂 開了十八鋪裝 當那個人咬了十八鋪買蟹的時候 突然間 哎呀 輸了十八鋪 外鋪就跟回蟹了 我不敢再咬蟹了 他一買下去 那個蟹搭出來就搞定了 沒得搏 即輸了 他一搏 兩隻都不用甩的 兩隻都是工來的 沒有牌給你甩的 你買股票也是一樣 當所有散戶斬倉的一刻 就是個事件底 一向都會說的 我們說了很多次 這個節目就是散戶心態 而沈大師是充分反映散戶心態 他是受過散戶情緒波動得最重要的人 因為每逢美國一大跌 他很早起床的 八點鐘就出post 告訴你今天的市場下跌了 真不知道 美國星期五下跌四百點 今天會上升嗎 他提醒你說會下跌了 還有他會改的 星期六出的東西跟星期一出的東西不同 因為星期六看到市場下跌 他就寫下跌 如果星期一來的大反彈 馬上改 你根本就見聲看聲 見跌看跌 網友已經砸爆他了 每天你去幫卵箱做節目 人家買實股的就是賭博 就是危險 很高風險 他真的買窩卵買牛紅證 沒有風險是投資 說穿一句 你就幫些窩卵箱做促銷生意 你不是賣戶 你不是賣戶 你是賣戶 你是賣戶 你是卵箱牛紅證賣戶 這件事 很多人都領教過了 我們不說了 我們說回賣戶 人們經常說你針對他 是針對他的 我從2007年聽到現在 我是針對他的 我不是說你針對他有問題 因為這個人經常露點人 我批評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做節目都很鬧 為什麼要放過你 政府我們也在罵 政府也在罵 政府也在罵 為什麼要放過你 你說的東西是老點的 我們很空閒的 你要做財經節目賺食 我和Tony和我們的嘉賓是不需要的 我們一定是全天候追擊你 現在在聲言 我們很空閒也不用賺食 我告訴你 不用靠做網台賺食 他在2011年 我當時還在聽人網 錢錢錢打到來 旁邊還有兩個先童 你認同他的 現在的樓市是爆了 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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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升到爆 泰古城 五千元升到兩雞 現在 兩雞多 沒有 因為泰古城 難買一些的舊樓 是難買一些的 你要便宜一點才能買到 幾隻買一千五萬 有些人留言說 他的朋友低市價2%都賣不出 你只是低層 或者你開得貴 你開得貴 我就說 你如果市價是可以買到的 我們不是說 很多人 其實 聽了他說 其實是 類似很多人 而我們 希望多些人 先不要告訴別人 第一 你不要教人買樓 你自己不認識 自己也沒有樓 現在 自己節目中說 萬八元租樓 你遲些要搬上衛州住 香港的樓再貴些 老實說 最無良的 教人買一層樓等升 等市跌 然後就是買回 那為什麼要買回 因為市倒閉 那些樓應該不用錢 為什麼要買回 賣了就賣了 拿錢就花了 封樓快活 為什麼要買回回 你覺得其實你也要買樓 不過你覺得現在的 現在的 你嫌貴而已 問題就是 你看錯 你不能認識 現在還有很多 財演在說 樓市會這附著 那誰想賣 怎麼會賣 那些人說 美國收水 加息 你知不知 香港 在19191923的時候 全是超過 분us 當時的樓 在一年金幣 每年都大升 大概幾十個度的 加息不一定是令樓下跌 這是第一 第二 美國現在真的在收水 咯 美國現在仍作出債 不是好像oin 采 lit 我們是你使用浜и 開始引起借券 所以現在的貨幣供應其實是沒有小度的 因為你又有債 它又發了一大堆債出來 然後你自己買回來 跟銀紙有什麼分別嗎 哪有收水啊 一模一樣的 根本是不同形式的出來放水 市面上的錢沒有小度的 你想想 當銀紙是有限 在無限的時候 你那些樓你怎麼電啊 不要經常教人說那些樓會倒塌 因為很多人是很想樓倒塌 問題是 你們租樓的逃生門已經關了 在2011年已經關了 你當時也不懂得逃生 他說很多次的 樓的逃生門已經關了 最後一次機會出貨 出貨了就慘了 因為很多網友是沈大師府主來的 很多的 我們的親戚頻密也很多 所以才會追擊你 以前我們沒有咪咪就說被你惡人了 而且回頭他又不承認了 自己說過的事情 逢是個市道訂他就叫別人不要沽 逢是個市道訂他就叫別人沽 29,800跟人說看29,000 現在是29,000 現在是29,000 我們是甚麼人都會罵的 只要你做些壞事出來 我們就要罵的 當然啦 不然我們做這個節目做甚麼 我們做這個節目就是罵人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罵人 就是罵混蛋 你不是散戶 你不是散戶 你不是幫莊家出貨的喉舌 是不是 你介紹人家買692 中國家居 買完 第二個星期就跌了九成半 你記不記得嗎 692中國家居 是不是他有份的 他肯是說沒有的 他收了錢 幫人家寫的 是不是 你自己出來回應一下 收人家多少錢 一萬還是兩萬 你說 不用說那麼多 所以老實說 我本來都不想這樣爆發的 問題就是 我看不起一些 收少少錢幫人做一些 傷天害你的事 你說 不是 不要以為我們這些 混蛋高官 是啊 你說 692你有份打莊的 跌下來 撿了三億 你撿了六千萬 你占兩成 沒所謂 你失憶了一萬元利是 現在香港 現在混蛋的地方就是這裡 不怕說粗口說 現在那些官員 他的兜份量可能不是很高 他真的為了很少利益 他敢死 可能叫你的子女 去學校讀普通話 就是這樣 說你的母語是普通話 他敢說這些東西 現在 現在你是用你去賣 你賣得越來越便宜 你賣得越來越便宜 他換回來的東西很少 對 最重要的是 你是為了很少錢 而做很多事情 正如 以前那一陣子叫人 別碰給湯舖 甚至乎有些朋友 你不要推銷這些東西給別人 你賺的雞稅這麼多錢 你連人買的湯舖 別人輸幾百萬 是輸身家的 那些錢 是陰質錢 不能賺這些錢 你收七隻佣 那家店賣五百萬 七隻佣是三十五萬 跳起巴里 代錄袋 十萬元 加上獎金 當炒家給你獎金 你當是十幾萬 別人輸幾百萬 這些錢不能賺 這些是陰質錢 對不對 所以 尤其是很多網友 很多外面的人 上網都未懂得醒 又說怎樣怎樣 又幫他辯護 你就幫他辯護 你就跟他買 他推薦你買牛熊證 你就買牛熊證 然後買牛仔 輸了 買回熊證 對沖 兩頭輸給他 如果錢多 沒所謂 如果你說用來賭 沒問題 你自己看對方向 你不要因為 聽了別人說 而去買那個方向 最重要的是 你快要見家鄉 的時候 要幫他封頂指示 就是這樣 輸了1800點 才來封頂 一早不對沖 為甚麼 因為看錯 是不是 不要說 爭不爭 看不看錯 接下來的市場也很反覆 因為 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啟示 我可以跟大家說 市場什麼時候見底 這個我是說 沈大師出來唱探 那天就見底了 他說市場繼續下跌 大家放心買東西 他出來說 現在市場多嘴就到頂了 一說多嘴 一說可能會繼續升 市場就見頂了 其實也很準 其實不用我提 在我們谷裏面 每個網友都認識這件事 所以 昨天已經有很多人 吃了糊 反過來就像他這樣 經常都吃糊 逢是他出來 說一些比較特別的說話 就是吃糊 接下來 這個叫做6月12日 金仔就跟特朗普會面 在新加坡 接下來的股市 其實 我看上去的幅度也挺大 但是 應該都是反覆向好方面的 發展 因為 之前牛了這麼久 在三角形 其實現在一破 它是會跌的 當然可能 因為有審大師因素 今天這四百點 絕對有審大師跌 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新李哥還在 有沒有訪問一下 新李哥有沒有炒股票 以前有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不敢買 其實我認識很多朋友 都不敢買股票 通常做生意就買股票 其實 做生意的人知道股票有多假 可能也是 還有齊下桿 踢爆這些 這個遊戲 不是每個人都玩得到 是 而且因為 新李是 他們做生意過程 其實看到很多人 買股票 其實買股票 仆街的人就見得多 好少買股票發達 因為我們做妝的朋友都不少 現在你做妝的都會輸 是 遇到那個時勢不對 就輸了 那些很特別 因為你做妝 除非你真是很大的妝 是 都會被人殺的 有大吃大的 總之這些 尤其是這些知道的秘聞 更加不能說 當然 因為 新李除了這個飲食之外 其實之前也有很多生意做過的 也都跟很多 上流社會的人交往 也有很多 不同行業的人交往過 知道其實很多內幕 不過 很多內幕都不能說 我們 其實都會邀請 新李哥 接下來 如果有時間 就上來再繼續做節目 因為我覺得 出了街之下 其實他會很受歡迎 因為他說的 很多 外面是 不會聽到的 或者他的年紀 聽眾群 會覺得 很有味道 就是那個年代的 是 因為 我可以說到 其實都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去到八十年代 因為當時的記憶 和接收資訊 都去不了那麼遠 但是新李哥 可以說到八十年代 甚至是再早一點點的事情 是不是 很多事情 都還沒說 這件事我不是誇 當年 星仔 有一段時間 經常跟我打桌子 都說 你也可以做編劇 曲得超 他們 去想一想 十分之好 因為 剛才我們下去吃飯 新李哥說了很多秘密 給我們聽 但是很多 真的不方便 說 真的不可以在咪咪說 接下來我們盡量 挑選一些 可以在咪咪說 而新李哥也願意說的 題材 話題 不如 約定你 我們接下來都會再 請你上來做多一集 或者可能不止一集 好啊 有時間一定上來 好 多謝新李哥 今天上來 為我們客串 今天做了五節 節節都加時 節節都爆時間 想省一點時間都沒得吃 沒得騙 想騙中都騙不到 要做足一百分 今天時間真的差不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